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11月15号 两次继续的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 我们昨天刚捡的仓 捡仓是60分钟90分钟出现的顶部的结构 本来我们是打算日线向上穿轴的时候减仓的 作为这一波我们判断 这一波我们判断四浪的日线机械的反弹 穿轴是作为最主要的交易的标准 当然它并不是量化的标准 因为从我们的规则的角度来讲 穿轴并不是规则 但是结构形成是 对啊 结构形成是 昨天的结构形成 我其实呢也希望它结构不形成 如果结构不形成的话呢 我们多大会在穿轴的时候减仓 大分为基金和保守这两种做法 现在也分是吧 现在也分 那么这个昨天呢 它先形成了结构 昨天先形成了结构 所以呢 我们先减了两样仓 注意啊 我们并不判断这个地方是高点 昨天那个地方是高点 不判断 我说差不多完成了空间的90% 后面可能还有10% 但是呢 它容易出现低波回落 所以大概率的角度来讲 因为时间还差的比较多 它可能会先低下回落 然后再上 这是我对于昨天航前的市场的判断啊 那么昨天也是这么讲的 但是呢 顶部结构形成它就是形成 对啊 如果顶部结构形成它就是形成 顶部结构形成它是符合交易标准的 空间上又完成了两成和九成 那么我们只是卖了两成仓 还有四成仓是不卖的 没卖的对吧 也代表了不判断这个地方是高点 如果判断是高点的话 我们可能减仓减的比较多 减仓减的比较多 那么打算呢 剩下的两成仓 在穿轴的时候 判断日线四段反弹结束的地方 再做决定 再做决定 可是没想到啊 来的这么快 请看文章的地上图 今天大挡 导致呢 距离零轴 只有一步只要 我做了一个模拟配线啊 明天跌四十个点 才会不穿轴 也代表明天大概就是穿轴了 所以呢 明天穿轴完成这一波的日线的四浪的反弹 后面是不是会反转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情况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如果判断日线的四浪反弹的话 一致性会得把提到的尺子的作用 所以明后天我们会进行检查 很明确啊 明后天 明天是周三 后天是周四 我们会进行检查 找盘中高点 如果能找到的话 找盘中高点检查 我之所以激进或者是保守 激进我们会检 就再检两层仓 两层仓底仓不动啊 不动 激进的话我们会再检两层仓 保守的话呢 就检一层仓 激进的话呢 就是看到后面还有 有回桶能买的回来 是吧 你结果买六层仓 两层是底仓 四层仓是活动的仓 就把四层仓全减掉 大概率形象于保守啊 就检一层仓 有三层仓 后面呢 我们还要再加 总体来讲呢 就是在未来的 明年二月份之前吧 2023年二月份之前的 主要目的 主要任务 是要把四层的底仓 埋进去 未来两个半月啊 未来的两个半月 主要任务啊 就是把这个 四层的底仓 完成掉 这个是最主要的任务 其他的仓位是灵活仓位啊 四层的底仓 埋进去之后呢 将来很长时间 不动 不要动 好 第一张的图呢 是上证指数 上证指数明天 大概率就是传组嘛 除非跌40个点 对吧 明天大概率就是传组嘛 但是呢 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指数 深层指 深层指 大概率是后填 后填300 后填300 大概率是大后填 三等五零 大概率是大后填啊 按照目前的速度啊 所以呢 只有一个指数是明天 高填可能会在后填左右 这个 这个 咱们根据明天的走势 再及时定 所以 大概率会倾向于 后填的上午啊 会倾向于后填的上午 但是要根据明天的走势来定啊 明天如果要走势 又是一个大阳填的话呢 对吧 咱们再定啊 再定 如果明天过长期趋势 应该怎么操作 还是先减啊 先减 后讲 先减后讲 原来满仓的在这减吗 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啊 不减啊 不减 说过了 没有必要你非得做这个 对吧 二十个月的最后的下跌 最后阶段 非得回避到最后的阶段 没有必要 这个我们在上一次讲课的说了啊 重点说的 明天大阳填就过去 是了 我知道 我知道啊 各个指数之间的协调性还不一样 所以呢 这个 从上上指数的角度来讲 应该是明天高点 那其他的指数呢 应该是后填 所以呢 我们先暂停是明后填 我们第一波呢 就是判断反弹啊 判断反弹 第一波啊 突破长期趋势 你也不能否定它是四浪的反弹 这样吧啊 明天在收盘的时候再说 好吧 明天收盘的时候再说 因为如果不过长期趋势 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没有意义 如果明天过长期趋势 也没有 没有说一定会在明天减 我们说了 后天下午也是可以考虑的 所以呢 这个事我们明天再说吧 明天再说吧 不是趋势为网吗 是啊 是啊 这跟趋势为网有什么关系吗 你确定明天一定会过趋势吗 你确定吗 但是明天第一次的点菜也不穿轴呀 不是 他没有过趋势啊 他没有过趋势啊 今天没有过呀 人家不一定过呀 人家过来来说呗 我们一开始呢 就是打算做这里 就是做一个四浪的日线级别的反弹吗 日线级别的高点吗 对吧 做反弹吗 你们记不记得 然后我还是说反弹的时候 不一定才有结构 也不一定才有序列 但假如说明天上涨的话 后天上午是有序列的 你们能理解吗 如果明天上涨的话 后天上午是有序列的 所以呢 我们也没说明天一定会减 我刚才给大家看图 不是看那个吗 上那的时候明天才走 明天六十分钟结录再准备显示吗 是的 是的 但是减多少我现在还没有定 大概就是减一层藏 也代表我们保守一点 我们加进去 这个这个六层藏 只减一半 可是后面走五浪下跌 我们也不减了 清零酒先 你是出风了吗 你是吃饱了 撑的了吗 在我这你就得客气点 你酒喝多了吗 减一 对 那减一 我们其实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 我说很有可能我们这一锅 最多就是减三层藏 你们还记不记得 然后你们还问激素 怎么出现激素了 我说这不是激素 那后面我们再加进去不就完了吗 我们最主要就是把这个四层藏的底层布进去 那很有可能 我们现在就这一锅 就如果减三层藏的话 那就代表了这四层藏我们已经布进去三层了 三层底层会不会有点多 还不算 还不算 将来将来我们还得买呢 对吧 还得买 但是这个四层底层呢 我我就觉得呢 不一定可以等这个日线的五再布进去 不一定的等这个日线的五 可能回落的过程 我们就布进去 这个将来我再跟大家说 这个这个原理的问题 原理的问题 好吧 个质是两个时间不一样吗 我持有的是五零 五零穿轴 今天明天都不这样 所以呢 这个操作其实大概率是后天 后天 现在操作的概率不大 假如说明天是这个 呃 收盘穿轴的话 那后天你早盘在这个上午卖会是对的呀 但明天他有一颗 有可能显得60分钟新的顶部结构 对吧 顶部结构对 动画消失的话呢 我们还要看他收盘的时候 如果是强势的话呢 还要看一下收盘的时候是不是够长期趋势 不想还是要看一下的 五零调整的力度大吗 不大 不会比三浪大 不会比三浪大 还有可能是失败了五 失败了五呢 就是不创新机的五 因此呢 就是不能从创新机我们才能买入 所以这一波的六成仓呢 实际上就是 风到卖 那风底我们可能还会再买 好吧 再买可能不止六 再买可能不止六仓了啊 六成仓了 因为最多他就是在跌个五嘛 跌完五就全走完了嘛 搞不好我们会买仓的 但是我们不能说这个 这几天长得好 你就判断为反软了 对不对 他不能这样判断 他穿 他穿趋趋趋势 他有可能在破趋势 你能理解不 那穿趋势 你如果要是不担心 他在破趋势 反正你就怎么呢 这穿趋势买 买完之后再破再减 是吧 别怕觉得 但是呢 穿趋势如果刚好穿轴的话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进去微调 可以等一等的 不是非的时候 穿趋势就得买入 但是如果不穿长期趋势 是最简单的啊 因为其他的趋势都很难穿长期趋势 就这上车趋势 这上车趋势这一波 不知道怎么的 你走着那么强 不强的话 他也不可能在现在坑轴 四个指数 我刚才给大家看了 上车指数第一个坑轴 上车 上车五零 那好几个周期呢 上车后车三百也是 那个生成纸 至少也有两个 就明天肯定不穿成生成纸 能理解吧 但是昨天他就是形成结构的呀 我其实一直没有 没有跟他讲 这个结构形成成 应该怎么办 上周时候没讲 原因就是我不希望 他形成结构 大家知道吧 我不希望在前面结构 那这合体结构形成的怎么办 你事儿不健康 你不能这样的 对吧 不能这样的 当我们最大的努力是什么 我们不全解啊 合体结构形成 首先我不判断的是反弹高点 第一个观点 对吧 这合体讲的时候说的 第一不判断的是反弹高点 第二结构形成我们尊重 你减一半 对吧 一共六层厂 我们减两层厂 我们至少还有两层厂 最多的两层厂 还可以在未来继续解 当然两层几厂是不动的 然后我说 我说你能卖掉 你卖掉 我不是卖掉啊 我说你能忘掉 你就忘掉 对吧 能忘掉就忘掉 那个叫什么九层厂的那个呢 给我怼完之后没画的吧 你出来啊 有本事你出来了 昨天忘了剪刀 你是忘了还是故意的 忘了还是故意的 但是昨天剪的时候我也说过 我说这两天有可能继续上升 但结构形成你没办法呀 我们只剪两个方法 就已经对他尊重了 足够尊重了 赶能力的吧 你没有办法呀 交易不是事后诸葛 交易不是事后诸葛 好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可是穿手是什么意思 它是一个定义为四浪的一个量化的标准 叫做一致性婚礼法 咱们系统会里有假 如果我们定义为这里是日线级别的四浪反弹 突然之后就是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最好有序列或结构的配合 目前来讲呢 九十分钟动画消失了 九十分钟不会有结构了 六十分钟 要看六十分钟 还看序列啊 序列看一百二十分钟序列 一百二分钟今天是六 明天七八后天是 后天上午是九 明天七八后天上午是九 还要看日线级别是不是过趋势 日线级别是不是过趋势 要看这么多东西啊 要看这么多东西 老师只是建议展藏 简不简 大家自己定 对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据此交易后果自负 如果穿柔了也回落了 是不是就看浪开始了 脑袋疼 说到结束啊 不是开始 结束啊 五浪开始啊 但是五浪呢 就是说 这个这个 反正是最后一浪了嘛 我们也不一定会得等到 放进低压低 低分速浪的低点 确定五浪的时候啊 或是什么样的 也不一定 所以最后一浪呢 我们会更加激进啊 更加激进 那在这里呢 我们说激进 为什么要说减 明天就是这个 啊 活动的仓位全年 要是激进呢 激进就是看到我们 还能更低的位置上买回来 保守的就是我不买了 我这个第三层汤 这个两层的底层 有一层汤 我就这样 我也不买了 我就就这这一层汤 我就满足于上一次的低点 对吧 那上个来的保守嘛 保守一点 我我倾向于保守一点 因为这里毕竟 它还是有反转的可能性的 但是我们如果去看这反转 目前来讲 它先反轴 那注意啊 它这个如果反转和就突破 把反转和突破长期趋势 如果同一时间 比如说明天这个上涨 穿轴和 上涨凌轴和突破长期趋势 在同一时间 这个我们将来 这个是要再考虑的 但是呢 我个人觉得呢 可能会先穿走 因为明天一看反就穿走 但明天一看反一定不过趋势吧 它会先穿走 这浪打晕了 浪雪的判断上 我们从此至终就没有变过 没有改过 一开始 超这波比 就是说日线的四浪反弹 就没改过 你怎么晕的 你没改过呀 我就一直都说的 有谁我懂的 你怎么被浪打晕的 为什么到明天二月 二月份之前 那请问明天算不算是二月份之前 后天算不算 二回天算不算 我们一开始说五浪 如果有五浪的话 是一月十五号吧 一月中旬 但我们现在说二月份之前 一月中旬那个点就在有低点 你必须买得进去啊 对不对 这次老师 我月薪不到十个亿 行 你们这些 穿着不是穿着 穿着不是穿着 是穿着 收盘 收盘 所以大概率会在后天上午做操作 但明天在收盘的时候也要看一下 明天收盘的时候也要看一下 就是我不排除是明天收盘 还是后天上午 不排除 好吧 大概率是后天上午 明天收盘也很重要 明天上午是没有操作的 明天上午是没有操作的 而且而且有可能出现两次传轴啊 明天穿一下轴 回头回头再向上 再穿一下轴 两次传轴 两次考虑 都有可能是非常考虑 这个以前咱们也讲过啊 也讲过这个事 如果明天的话 时间其实是不够的啊 空间是够了 空间是够了 就这波日线反弹的空间是够的 我昨天说90% 这代表的向上还应该有10% 所以今天的再次向上的 我觉得空间是够了的 但到昨天为止 我都觉得空间是不够的 你们记得吧 我昨天说空间 我说空间 但是呢 它已经完成大部分了 在形成结构的情况下 我们在这个地方先点一点 然后回调的时候不买 对啊 我给的结论是 回调的时候不买 因为往上的空间不大 然后等到穿轴的时候再点 这是昨天给的建议 对吧 名字不差吧 所以空间够了 但时间是不够 时间不够呢 有可能什么回落 然后做双头 这种概率比较大 但是回落仍然是不可操作的 就就不建议大家操作的 回落的空间都不是很大 然后呢 无法判定反转 无法判定反转 这波呢 就是先以反弹对待 先以反弹对待 不要因为长得快 然后就认为反转 今天其实看反转的人很多 但实际上我们在最开始 到现在所判断的都是很一致 这波反弹起动的 第一三天的时候 就回落了嘛 回落的时候 有些人就说 反弹就结束了嘛 我说反弹怎么会这么小 这么小 我怎么会让大家买 肯定不小 我让大家买的反弹 哪一个点给大家找的点 它怎么可能都是 对吧 都不是小 如果判断小 然后反弹就不让大家做了 那两天的反弹 你做了干嘛 这规模肯定是不会特别小 所以当时呢 判断了就告诉大家 这是反弹 怎么没结束 插了远了 对吧 当时我记得 给他们全去说 我都插得很远了 大家记得吧 反弹定三天的时候 我当时说的 差很远了 后面继续上升 继续上升 但是就开始有人看反弹了 我说这也看不出反弹了呀 然后我看不出来啊 我看不出反弹了啊 目前来讲还看不出 日线穿着之后 如果还能够继续上升 否定四 那么我觉得 它反弹还来得及 也不是来得及 来得及 好不好 如果接近反转量的条件 第一排出四 第二突破长期趋势 好不好 但其实如果将来 突破长期趋势 也就排出四了 好吧 也就排出四了 所以假如说 行情比较简单的话呢 这里先看四 先看四 将来就输了 但假如说 大家要是不减的话 走五 你说这 就怕走五 就把一个部门人 又给折磨走 是吧 还没必要的 没必要的 开前减 开前减 我们一开始就是说 做那个反转了 一开始就是做反弹了 那我们就 有时候中呗 吃天喝一呗 这怎么不好的呢 明天再一个大阳线 突破长期趋势 不就反转了 但是明天 突破长期趋势 可是明天才也穿轴了 你穿轴也不能排出来四啊 那如果穿轴 四档结束的话 那后天或大后天 他可能又下转趋势 突破长期趋势 你难道觉得 他一定会就过去了吗 这个是从底下 第一次上来过趋势的 就这种趋势的突破 成功率是很低的 大家能理解吗 规律率特别距离 长期趋势 规律率特别低的地方 如果一切上冲 过趋势 这个过趋势的成功率 是很低的 我就实话告诉大家 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么说 你们能不能理解 就是离趋势特别远的时候 他过趋势的时候 是伤好很多度的能量 或趋势是比较成功率比较高 就是依托于趋势 数字不是很快的这种下跌 距离趋势很近 依托于趋势 然后突破趋势 那这种概率是很大 趋势突破的成功率是比较大 能理解的答应 所以离趋势比较近 现在离趋势比较软 向上就消耗了很多的 多多的能量 然后突破趋势 成功率比较低 所以不能说突破趋势 就是判定反短 大家好 我是一 这一点我太难了 我们一开始到现在都说的是日线的四 没有变化 那么稳定 为什么你总变来变去的呢 你这个渣男 你为什么总变来变去的 行吧 不得讲了 不得讲了 大概率是后天上午啊 明天下午收盘的时候要看一下 明天上午到或者明天下午收盘之前啊 大概率没有操作啊 没有操作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 明天下午